好,在看完了生死端语之后,咱们来看看实物课的课文部分 整个文章只有一大段 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先提纲协领地说 Two factors weigh heavily against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industry 他首先说,有两个因素对于工业里面科学研究的效率是极其不利的 那么究竟是哪两个因素后面会想起说 咱们来看看后面这个位语动词 weigh heavily against something 我们知道这个位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词汇 它的本意是表示有多重或者称什么什么的重量 有多重呢,它可以当细动词来用 后面跟数量次作表语 The boy weighs 50 kilos 这个男孩有50公斤这么重 那么做极油动词呢,可以表示称什么的重量 比如说,曹冲weighed the elephant,曹冲称像 但是weigh我们要注意它的重要的一些派生意 它由这个本意派生出好多好多精彩搭配 很多值得咱们去背诵和借鉴模仿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搭配叫weigh once wor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斟酌词句 就是我们在说话以前 先把这个话的分量先癫了癫了,说的轻点啊,重点啊,还是怎么样 斟酌词句可以用它,对吧 那还有呢,我们一个用的特别多的用法 咱们在书面中用的特别多 就weigh the pros and cons 叫做斟酌正负两方面的因素 斟酌利弊得失 这个the pros and cons本身是固定搭配 它本身就可以表示我们辩论会里的正方跟反方 正方叫the pros,反方叫cons 所以斟酌利弊双方面的得失 这个搭配可以配下来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句话说 we must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invest our money 它说在我们决定啊,是否来投资我们这笔钱之前呢 必须仔细斟酌正负利弊得失 否则的话呢,这钱赔本了,咱们就活不了了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斟酌利弊得失 这个the pros and cons就类似我们说的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就是这个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 优势和弊断这个意思 这个也是由这个称重量这个含义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weigh with somebody 这个搭配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本身含义就是对某人来说很重要 为什么对我来说心中沉甸甸吗 对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是这个事儿啊 对我好重要哦 咱们可以这么来说 it weighs heavily with me 再加一个heavily就来得更加重要 就像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me 对我来说很重要 咱们中文处也是重嘛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中千金 在我心中中千金 对我来说很重要 it's very weighs heavily with me 可以这么说 当然也可以用it matters to me 咱们大家很熟悉 matter可以表示重要这个含义 咱们以前讲过 it matters后面加这次to it matters to me 妈妈说今天天气不好 就会就不要参加了 but你说but it matters to me 但这对我很重要哦 我去讨债的 他欠我钱的 我必须去 对我来说很重要 还可以用it means a lot to me mean a lot 也是表示very important 对某人来说很重要 这个不要翻译成意味着很多 而是很重要 相当于it is important to me it means a lot 或者用这么说 it makes a lot of difference to me 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改变哦 它发生与不发生 对我来说很重要哦 如果说不重要呢 那就把a lot的换成no就好了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他死他活 跟我没有改变嘛 就一点也不重要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个搭配本身就很重要 希望大家呢 把它背起来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看能不能把它背起来 now read after me it weighs heavily with me it matters to me it means a lot to me 最后一个 it makes a lot of difference to me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表示对某人很重要 你发现 也是用这个动词way 我们家接词with 那么还有一个搭配 就对某人有利 和对什么什么很不利 本文中就用的 对什么什么很不利 咱们不利先不管 先看这个对什么什么很有利 这个W叫way in one's favor 叫对某人有利 这个favor呢 用的是美式品写 英联邦后面说 OUR就好了 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se facts will weigh in your favor 这些事实啊 对你来说很有利 就他对在你这边很重 对对你来说很有利 反应词对什么很不利呢 就是本文中就搭配 就way against 对于某人或某个事情很不利 本文中加个heavily就非常不利 这个含义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看这句话 The lady's evidence will weigh against him I'm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 verdict 就这位女人呢 这个女士啊 她提供这个证据呢 对她恐怕会很不利的 这weigh against him 对她来说不利 我对于这个陪审团的裁决 我现在不乐观了 为什么这个人恐怕定罪了 因为女士出现这个证据 对她不利 对用力叫weigh against somebody or something 这个be optimistic about 这是我们在这个第八课贸易标准讲过 对什么什么乐观 Verdict咱们讲了 叫陪审团最终的裁决的 这个判决 是不是有罪 陪审团的裁决 这是weigh几个常见搭配 本文中呢 再加个weigh heavily 就非常不利 再加against 就是有两个因素啊 对于这个工业中 科学研究的这个成效 effectiveness 咱们圣诗中讲了 就有效成效有效性 那非常不利 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个research 英诗翻译都用research 美音中一般注音在前面都是research 这个词要么当不可数名词 当可数名词呢 一般也用负数 很少用这个数量词来修饰 很少说research 一个研究很少用 要么是research不可数 要么是researchers 后面用负数 这个加es 这个一般不能用 一二三四这样的词来限定它 本文中用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是正确的 那么读者读的时候就很好奇 说究竟什么因素 对于工业里边科学研究的成效 有不利影响呢 所以下面就一一到来 他说 后面这句话说了 One is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secrecy in which it is carried out The other the lack of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research worker 他一股脑把两个因素都说了 这句话呢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好 我们看到这个 逗号之前呢 是句子的这个主干结构 那他说的 One is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secrecy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作 是句子主句了 这其中一个 One 当然是代替刚才的One factor 有一个因素 一个因素呢 是这个处处保密的 这么一个普遍的这么一个气氛 atmosphere在这不是大气层 也不是空气 而是气氛 就类似我们中国人说的气氛 然后呢 后面有个定义从具 在后面修饰这个处处保密 secrecy 这个in which it is carried out 这个it 指的就是在上一句话中 我们说那个scientific research 不可处名词嘛 就科学研究 这个carry out 就是执行去完成去做 就去做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被做的是在什么呢 处在这种机密状态里面 去做的科学研究 这个which呢 就指代在前面这个先行词 secrecy 咱们在这个生词中讲过了 in secrecy 叫机密 秘密 处在秘密之中 就是科学研究呢 都是在机密 秘密状态之下来做的 这么一个普遍的 这么一个气氛 这是第一个不利因素 就是处处保密 使科学研究不方便 那另外一个因素的 豆豪后面描述 第二个因素 the other 当然相当于the other factor 另外一个因素是 什么呢 后面跟了一个名词短语 the lack of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research worker 就是一个一个个体的 我们这个研究工作人员 研究人员 他们自由的缺乏 他们没有自由 就缺乏自由了 这个 你看这句话里面 没有卫语动词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句子 这是一个什么结构呢 大家如果语法基础比较好的话 立刻能发现 这个下画线的 这个黄言词的协题字 是个标准的独立主要结构 为什么呢 它省料的非位语动词 什么 省料的being吧 写权了一个是 the other being the lack of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research worker being被去掉了 那么李老师说过 无论是非位动词 还是独立主管里边 只要出现了being 这个非位动词 那么being一定可以省略 加上呢 加上也行 那么being 整个加到后面 是being加个名词段 细表结构嘛 然后它的逻辑主义呢 是the other 它的逻辑主义 跟主旧主义 one不统一了 所以加上自己逻辑主义 加上了逻辑主义的 非位动词形式 就是独立主文嘛 你们知道 非位动词在使用时 逻辑主义必须跟主旧主义统一 这是不同意了 加上主义了 就是独立主文结构 你要把它改成并列句呢 还得写成 and the other is 这就啰嗦了 因为你第一个的加 非位动词is 第二个的加连词and 这就啰嗦了 独立主文结构 它不是句子 跟前面不并列了 就不用加连词了 而后面这个being呢 还可以被省略 所以这个结构显得更正 这个这个这个 更简洁一些 应该说 好 再回头句中 看词法的细节 他说 one is the general general是普遍的了 atmosphere 注意在这里翻译成气氛 气氛 什么什么的气氛 后面加接词off 咱们来看看 它的精确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atmosphere呢 the mood or feeling that exists in the place and affects the people who are ther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 情绪 或者这样一种感觉 什么呢 存在在一个地方 并且会影响到 在那里的人 给人们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说 周遭的这个气氛 紧张啊 愉快啊 什么秘密啊 这样一种气氛 叫atmosphere 咱们看一个例子 after Joe left there after Joe left there was a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at home 在这个Joe离开之后啊 在家里面有一个 更加放松的这么一个气氛 可能是Joe呢 搞得家里人都很紧张 after Joe left 这一个时间状态 从去 在他离开之后呢 there was a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在家里有一个更加 这个这个这个 放松的气氛 大家觉得 哎呀 就不那么紧张了 什么什么的气氛 你想本文中 后面加的是off 确实 什么什么的气氛 我们后面经常用 这次off 做他的后制定语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re is an atmosphere of tension in the city today 今天在城里啊 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可能在城里 有什么军事戒严呢 我们修禁呢 很多士兵抱着枪来了 所以今天呢 在城里 有这么一个紧张兮兮的气氛 叫atmosphere of tension 本文中呢 是atmosphere of secrecy 就处处保密的 这么一种大的环境气氛 我们都有什么话 都不敢跟其他人说 是这么一个 好 然后后面再加定语从句 in which it is carried out 老师说了 这个it就是指上一句话 第一句话里面的 scientific research 不可数名词 科学研究 research当不可数了 carry out something 就是实时执行 具体去做 做实验 做研究 这个做 就是这个研究是在 秘密的气氛之中 所做的 这是这么一个普遍的 这么一个感觉气氛 这是第一个 the other 老师说了 后面是省略的being the other being the other是逻辑主语 being在后面的一大长串 是长长的非微动词 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那么是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呢 这个个体的研究人员 他的缺乏自由 自由的缺乏 咱们中文调整一下语 调整一下词性 就缺乏自由 就好了 好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刚好这个individual 跟前面这个genial 相对应 前面是普遍的气氛 后面是个体的研究人员 他的这个自由的缺乏 这是大概概述了一下 这两个因素 究竟是什么 好 后面就进一步去描述 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处处都是神秘气息 而且大家没有自由呢 怎么回事呢 后面下一句话说了 in so far as any inquiry as a secret one it naturally limits all those engaged in carrying it out from effective contact with their fellow scientists either in other countries or in universities or even often enough in other departments of the same firm 这句话比较复杂一些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大家注意 第一个 逗号之前的黄言词的地方呢 这个比较特殊 这是一个原因壮语从句 它的连词是一个 非常麻烦的一个 in so far as 这个连词意思很多 在这翻译成 因为 相当于 because since 或者是in that 因为 因为呢 任何一个调查研究呢 都是一个秘密的 机密的研究 这个inquiry 就是代替了 第一句话里面的 那个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个research呢 是表示科学方面的研究 但是咱们生死里讲了 这个inquiry 它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行 这是为了替换 前面那个research 我们判断这个 既然是各种研究都行 用它替换scientific research 当然是没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 后面那个白颜色的到句目 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 长长的这么一个主句了 但里面结构比较复杂 他说 it it就指前面这个事 就任何研究都是个机密的事 这个事情吧 就指代整个从具中的这个事 这样一个情况怎么样呢 它naturally是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的去限制了 所有那些人 哪些人呢 engaged in carrying it out 这个后面画线的部分 代下画线的协题字 是过去分子短语 当后制定语来修饰 前面那个those 所有那些人 哪些人呢 就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就限制了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那么engaged in 它完全搭配 be engaged in 咱们在第二课 不要伤害蜘蛛就讲过 be engaged in 可以表示忙于某事 从事某事 好了 这个里面把be-tons去掉 之后过去分子 到后制定语修饰都是对的 然后呢 carry out 还是去做 去做实验 做研究嘛 就是那些从事研究的 忙于这个研究工作的那些人 怎么样呢 这个from这个介词 当然是跟前面动词limit搭配 limit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或from doing something 就是限制某人 使他不能 或使他无法 怎么怎么样 就限制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 这些人员 怎么样呢 使他们无法呢 有效的沟通 effective contact 这看待在这当时名词了 因为前面from是个介词嘛 对吧 那么 与什么什么沟通呢 这contact当名词来用 和我们的后制定语最常见的是with contact with somebody 他的与某人的交流沟通 与谁呢 with their fellow scientists 与他们的科学家同事 这个fellow 咱们在新看见三次就多次讲过 fellow可以表示身份地位 与你相同的人 就你是科学家 我也是科学家 这个you are my fellow scientists 你们是我们的科学家同事 你看他的演员同事 their fellow actors 他的垃圾公同事 三次见过 fellow dust man 垃圾公同事 我的同学们呢 fellow students 我的同学们 还有我们的美国同胞们 咱们看到那个小肯定就这样说 so my fellow Americans my fellow Americans 我的中国同胞们 my fellow Chinese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所以第一位一样的人 用fellow 和我们家名词 尤其常家的是附属名词 就与他们的科学家同事们 他们也是科学家 你也是科学家 那无法与科学家同事呢 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科学家在哪里呢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一大堆都是后织中 修饰这个科学家同事 他说 either当然是跟后面 这个or搭配的 还有这个or搭配 或者这个 或者是那个 当然either也可以读成either 英国人呢 会读成either 每英中读成either和either都行 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在这个 在其他国 或者是在大学里面的 科学家同事 或者甚至呢 or even often enough 是个差语了 就是这个相当常见的事 相当常见的事 是什么 这either可以不然是相当的 相当常见的事呢 与他们在同一个公司里的 其他部门的同事呢 都无法进行 这个有效的沟通 就是因为这个保密 处处保密 不但你说 与其他国家的 无法沟通 与其他 都在大学里的 同事无法沟通 还好理解 同一个公司的 不同部门之间 他也要保密 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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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阐述了 为什么 是这个工业中的科学研究 是如此的 这个麻烦 但是保密的这个气氛 确实有巨大的 这么一个限制 这个句子呢 我们把成分分析清 大致就看懂了 下面再钻研一些细节 把它钻研透了之后 我们自己都会用了 第一个就看看这个 in so far as 这个讨厌的结构 in so far as 有的时候可以写成 in so far 拼了一个词 空格再加s 尤其在美国 咱们用in so far 连写再空格再加s 更常见一些 意思呢 都是一样 它都是通通的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达到某个程度 在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相当于to the extend that 达到某个程度 或者在什么什么什么 范围之内 是这样一个 这个是书面语了 我们在口语中 一般不会用in so far as 什么庄严的表达 到达什么什么程度 或者在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相当于这个结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she cites other scholars work only in so far as it supports her own theories 她 这个女人 引述了其他的学者的一些 这个 工作 一些作品 那么仅仅在这个范围之内 在什么 在能够支撑 她自己的理论了 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不能支撑理论的 她就没有引述 她引述了其他的学者的一些著作 或者一些作品 她呢 仅仅是在能够支撑 她自己理论的范围之内 相当于to the extend that 在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到达什么什么的程度 是这个意思呢 但是本文中的不是这个意思 在本文中这么翻译过去不通顺 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引导原因状欲从句 就相当于because since 有的是在剧中呢 也相当于in that 但记住in that 这个词一般不能放在剧手 但insoufar as 这个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它翻译成因为 你看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he can be trusted in so far as he has never told a lie 这个人能够被信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谎话 我们可以信任他 这insoufar as 在这引导原因状欲从句 在本文中根据上前文的语境呢 那可明显是第二个意思 发生的因为 因为呢 每一项研究呢 都是秘密的 都是机密的 怎么说了 这个inquiry 就是前面那个research 从含义是一样的 好 因为这个情况 怎么样呢 it naturally it就是指 刚才从句中那个 any inquiry is a secret one 任何研究都秘密的这个事 这个事就 naturally自然的 限制了那些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 无法与他的科学家同事 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个limit跟from搭配 是限制 是不能 是无法 是吗 这个limit 后面加人加事情 再加from 后面加名词 或动名词 就限制什么什么 是无法怎么样 我们看到了这个重要的这个计词from from经常跟另外一个动词搭配表示 是无法呀 是不能啊 什么什么 竟然有这样一个用法 我们多看几个 这个类似的搭配 你比如说 his wife keeps him from alcohol 他的老婆不让他喝酒 不让他碰酒 这个alcohol既可以变成酒精 也可以变成酒 尤其烈性酒 那老婆不许他呢 碰酒 不许喝酒 再喝酒 打死你 keep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使某人不能接触这个东西 也是使无法 使不能这个含义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这个句子 the problem barred 或prevented me from completing the work bar something bar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或prevent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也是呢 阻止某人 使无法如何如何 这个bar 当然动词原型是bar 跟这个prevent这两次 可以看到同一词 使无法 使什么什么 阻止某人 使无法他做谋事 这个问题呢 就妨碍了我 使我无法完成这个工作 阻止或者是妨碍某人 使他不能做谋事 用bar或prevent 后面跟from搭配 也是这个from有这个含义 对吧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I dissuaded him from committing suicide 这个from也有这个含义 disuaded咱们以前见过 在三册里讲过 就劝阻某人不要去做谋事 dissuaded somebody 和后面跟from doing something 或from something 劝阻某人别做谋事哦 我劝他不要自杀 自杀叫commit suicide 这是用动名词 committing 好 这个from也是不能或无法第一次 你再比如说我们说 禁止某人做谋事 咱们大家很熟悉 叫prohibi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可以这么说 但是forbid一般不能用 forbid一般是 forbi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但prohibit 后面一般跟from 这个别自己瞎编 还是力道说的 看见一个 记一个 因为我们说 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我们在屏幕上见过了 就可以放心了 我没见过 你问问死点 还有呢 像ban 也是禁止某人 某人某物 不让他做某事 这个ban 一般反正明令禁止 就是在制度条本里面 或者公开的一些 这个政策 法律里面 明令禁止 某人去做某事 还有一个 也是from 是不能使物 是无法 就disqualify from 就使某人没有资格 他没办法去做这事了 使某人无资格 使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事 disqualify 不是 使某人有资格的意思 disqualify 使他没有资格了 我们看例子 his criminal record disqualifies him from serving on the jury jury 怎么讲呢 陪圣团 他的这个犯罪记录 使他没有资格呢 在陪圣团里面 当陪圣团的团员 成为陪圣团的一员 这是disqualify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或from doing something 使某人没有资格 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 可以用它 也是用from 这个答对 还有呢 我们经常说 克制 这个遏止 这个拯救 等等 我们先看拯救吧 拯救某人 使他免于什么什么 save rescue somebody from 拯救某人 使他免于什么 比如 he saved the boy from drowning drow and drown 他救了这男孩 使他免于淹死 这个命运 甚至我们说 克制住 遏制住 克制某人 不让他做某事 就restrain 就遏制 控制住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这个 动词大声动下 restrain restrain 他也是跟from搭配 就克制住 遏制住 阻止 不让他做某事 我们看例子 please restrain yourself from coughing during the performance 请你麻烦你啊 在我们的表演期间 你控制住自己 不要咳嗽 对吧 可能这个人感冒了 在台上的时候 你一咳嗽就穿帮了 不能咳嗽 控制住 遏制住 控制住 是无法怎么样 我们看到经常 确实跟from搭配 这些动词呢 有规律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儿 都是跟jess from搭配 百分之后呢 是限制 是无法怎么办 限制了那些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这个 这个 进行有效的沟通 与谁进行有效的沟通呢 这个 contact 老师说了 后面jess一般是跟 with搭配 与某人交流沟通 我们经常说 保持联系哦 keep in contact with somebody 与某人保持联系 keep in contact 保持有联系 后面呢 是跟这个with搭配 它跟另外一个搭配是一样的 keep in touch with somebody keep in touch 来得更加通俗一点了 跟keep in contact一样 注意后面jess一加with 这是contact这个词的 名词是这么来用 但要注意 这个词呢 当动词也是 拼写完全一样 但是它读成contact 名词是contact 动词是contact 但是呢 这个动词 不要后面加with了 你注意 这个名词后面是跟with 动词是集物动词 这个就很容易用错了 你看这句话 很容易说错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with me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这个错了 为什么呢 姥姥记住contact 它当动词来用是集物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做动词这么多 contact 不要读contact 轻读是kind的音 再来面 contact contact 再读名词 contact contact 好了 这个动词呢 是集物动词哦 后面就不加那个with了 不过这句话背开来就行了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如果你有更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不要犹豫 直接跟我联系 这contact 加冰语 但是contact 后面加接受with 名词后面加接受就好了 好本文中是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 本文中contact 是不是名词后面加接受with了 与谁呢 fellow scientist 就是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科学家同事 咱们说了fellow 就是身份地位一样的人 咱们讲演员同事 fellow actors 这个垃圾工同事 fellow dustmans 我的政府的同事同僚 叫fellow officials official政府官员嘛 这个可以这么说 对吧 那么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 什么fellow americans 美国同胞 fellow students 同学 fellow chinese 中国同胞 都是身份地位一样的人 你是科学家 他也是科学家 他就是你的fellow scientist 无法与他们的这个 这个科学家同事们 什么进行有效工作 哪里的科学家同事呢 后面后日的女生说了 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在这个这个 这个大学里面的那些 这个科学家同事 甚至or even often enough 这个enough在这 发现相当的 相当常见的是 跟同一个公司的 其他部门的那些同事 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工作 这个firm就是company 或corporation公司的意思 好 后面其文部说了 他说 the degree of secrecy naturally varies considerably 他说这个保密的程度 当然这个差别是特别大的 你得看具体内容是什么了 这个这里面有个搭配叫做 当然naturally还是自然而然的 当然相当于of course 自然当然会怎么怎么样 very这个动词表示不同变化 considerably是个 维盘的表达 相当的 相当多的 相当大的 是个书面语 这varies considerably 相当于varies a lot 或very greatly 区别很大的意思 这个very经常有些固定搭配 他表示变化的时候搭配特别多 咱们先看看 变化很大 区别非常大 这个我们看看 你当然可以用very greatly very widely 这比较通俗了 或者我们用一些更正式一些词 像very significantly 这个差异很大 significantly 也相当大的 对吧 还有very dramatically dramatically 不是戏剧性的非常多的 对吧 可以用它 或者very enormously 非常之巨大的 enormous 三册见过 或者very substantially 相当多的 相当 substantial 就是相当可观的 很多的 这是差异很大 区别很大的意思 在本文中呢 带进去都可以替换 如果表示差异很小呢 就very slightly very somewhat 就有一点区别 但区别不太大 轻微的有一点小区别 可以这么说 slightly 可以换成somewhat 但口语中 也可以用very a little very a little bit 都可以 但这几个比较正式一些 这个差异很小 差别很小 还有呢 我们说 在某方面有所不同 比如very in 后面加名词 这个搭配用的多 比如very in size 在尺寸大小不同 very in degree 程度方面不同 very in length 长度方面不同 等等等等 在某方面不同 在某方面有差异 这个very 后面加这次in 也是属于固定搭配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roms vary in size but all have television and telephone 就是可能我们这是宾馆 宾馆里这个房间 尺寸大小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所有房间 都有电视和电话 very in size 在尺寸方面不同 还有一个very固定搭配 咱们把它记住 常见搭配 记住 背起来 very according to 就正是我们中文说的 因什么什么而异 根据什么什么而有所区别 而变化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the leaf size varies widely according to the area where it grows 就是这个叶子 叶子的大小尺寸呢 这个因什么什么变化非常大 根据什么呢 根据它成长的不同的地域 在南方可能叶子特别大 北方的叶子可能就小了 对吧 所以这个叶子的尺寸 根据它生长的地域不同 而因这个地域不同 而差异非常大 就尺寸变化非常大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very according to 大家要好好复习还记得 第七课咱们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 在四十一页的第九行 四十一页第九行 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 every solid object will reflect a sound varying according to the size and nature of the object 咱们还记得吧 varying according to 可以看作固定搭配了 再集中当状元来说 因什么什么而异 每一个固体的障碍物 固体的东西 都会反射一个声音 因这个固体障碍物 它本身的尺寸 和它的性质不同 而有所变化 因什么什么而异 varying according to 把这搭配 也可以当作固定搭配的记住 这是因什么什么而异 这个搭配 还有呢 从这个到那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搭配用的特别多 就vary from to 就是人与人之间不一样 东西和东西之间不一样 这from to 注意from to 后面名词都不能加贯词 咱看一些简单例子 test scores vary from school to school 这个考试的这个分数啊 因学校而异 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是不一样的 什么什么之间不同 vary from a to b 再比如说 the amount of sleep we need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因人而异了 对吧 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睡眠的这个数量呢 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 你学校与学校之间是不同 因学校而异 人与人之间不同 因人而异 对吧 可以这么来说 有的人天生就睡得多 有的人天生就睡得少 李老师就天生就睡得少 一晚上睡五小时 我觉得第二天精力就很充沛 就每个人就不一样吗 你看这个更复杂了 office hours vary from company to company and country to country office hours 就办公室的工作时间 怎么样呢 这因公司而异 因国家而异 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同 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同 第二个 vary就被省略了 它并列去 只留下了country to country 这是vary 包括from也没了 都是country to country 你看vary from什么是to 是因什么什么而异 跟那according to有点类似 它是表示什么与什么之间是不同的 咱们得回顾一下 考试成绩 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同 那么睡眠时间 需要睡眠时间 人和人之间不一样 办公室的工作时间 国家公司之间不一样 国家之间也不同 等等等等 这vary from什么什么to 可见这个vary动词 看似简单 但是一些固定搭配 记住之后 对我们口语写作 帮助都特别大 希望大家把搭配记住 苦口婆心的 一再一再的重复 记单词不如记搭配 记搭配不如记些句型 把搭配句型记住 哎呀 咱们英语马上 如意得水的速度 证据率同时提高 再回顾一下 区别很大 差别很大 very greatly very substantially very significantly very enormously 等等的 那区别很小 very slightly very somewhat 对吧 还有因什么而异 very according to 在某方面不一样 very我们家戒指in 还有呢 谁和谁不一样 very from a to a from a to a from school to school 等等等等 这vary一大堆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把这搭配 把它背起来 看视频的同时 最好咱们在下边呢 试个笔记 或者槽口纸多写一写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用耳朵和眼睛记忆 往往不如用手 把它写记一遍 这记忆深刻 因为人的本能就是这样的 抽象的东西不好记 但具体变成动作 这就好记了 就像我看脸的人 两天忘了 我听到他的名字 两天忘了 但是我会骑自行车的话 我十年步骑自行车 片头就上去 晚上就骑 会游泳的话 五年步游泳 下水我还会游泳 忘不了 动作 神经 记忆 它是比较长久的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个意思 操口是多写些 背起来就好了